哇 今天王老師 你是不是都等這種天氣陰陰的比較好帶 才出現 比較不會流汗 比較不會流汗 今天王老師又坐上他的愛車 每次坐到你的愛車 我都有一種尊榮的感覺 今天是不是又要去看什麼好房 今天要去看哪邊的房子 看一個大的自建的透天別墅 自己蓋的 自己蓋的就像自己煮的料理 自己煎的牛排 你想加什麼料都有 所以應該算是好料 蠻不錯的 在什麼地方 在愛五街 桃園區的愛五街 那也在我們中正路跟 我們中路特區的這附近 不會很遠 在中路特區附近 那我們就實際到現場去再跟大家分享 我就讓這個 窗外景色超美的 但是又不想關窗戶怎麼辦呢 時候就是要來一台效能非常好的 空氣清淨機 車子要開德國車 空氣清淨機也可以指定 Sava德國空氣清淨機 德國Sava抗敏空氣清淨機 擁有非常優美的外星 擁有六成進化科技 進化效果達到PM0.009 特別含有UVQ 紫外線殺菌功能 螢幕顯示包含溫度 濕度 以及PM2.5 不管是放在主房 這是主臥室房間 這是廁所或浴室 還有空氣清新喔 這種空氣清淨機最怕吵 我們來看 運轉中 完全沒聲音 現在原廠提供非常優惠的方案 歡迎大家參考選購喔 到了 到了 藝文特區這邊的鏡像 很近耶 這個真的是 自己蓋的感覺 真的是別墅耶 有庭有院耶 對 所以它這個等於說 前面有一個前院 對 然後自己還種了一棵樹喔 這曲外線跟他那樣 很茂密的感覺耶 然後這個地方 那 可是它這樣子 等於說這邊是一個停車場 是停車場 當然 因為是舊房子 土地的池分非常大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不要這樣的設計 當然買了自己改就好了 喔 就把這個 前面這個門把它拆掉 那你就可以自己決定要做什麼 對 那這個當時設計比較特殊 就說 它是有挖地下室 喔 有挖地下室但是不能下去 就是 車子不能下去 就是人下去 就是房子正下方就是地下室 喔 很少人在自己蓋別墅挖地下室 有耶 從這邊有看到啊有沒有 這邊有這個 對 有一點像那個採光的 是 所以它這邊做了一個 類似這種階梯啦 對 有挑高一點 然後進來 喔 欸 王老師 是 這個就是那種以前喔 大有大戶人家有錢人住的房子 對 全部都裝潢成這種 宮廷式的耶 有一段時間很流行這種 對 欸 可是現在來看喔 如果房子這麼大氣 其實也不會覺得老氣或者是難看 對 現在也滿忽然之間又流行起這種 有點像線板那種鄉村風的風格 對 然後 這邊進來做一個酒櫃 那這些藝術品是怎樣 欸要順便一起的 嘿嘿嘿 然後 它這個線板做了很多 不過有一些是有一點斑駁齁 欸 大體上維持的還不錯 不過這都 就是修補應該都還可以 還可以 對 然後這真的是美式鄉村風 你知道鄉村風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不是只有線板 因為很多人喔 都以為做了加了幾個線板 就叫做美式鄉村風 沒有 你有這個壁爐 哈哈哈 有這個壁爐才是精神的點綴 它的精神所在 欸 然後這麼大的一個空間 我現在覺得電視喔 真的很重要 這台太小台 哈哈哈 房子太大 這台太小台 那這邊也有一個 欸 這個展示櫃 酒櫃 欸 所以餐廳在這邊啊 對 餐廳 啊 這真的是有錢人家啊 居然在玄關這邊喔 放了一台鋼琴 哇 欸 我們趕看看 趕快再來看一下 這個是隔絕裡外的一道 喔 當時就這樣設計喔 而且它這個整個都是 那種烤漆門版 欸 木工加烤漆門 那進來了以後呢 欸 又做了很多 這種系統櫃欸 這個 這個地方是廚房欸 光是廚房 那這麼多 你看它廚櫃做多少 整排的廚櫃 我還以為這衣櫃 嚇死人了 然後這邊 一個L型的 那因為房間 房子夠大 有些人可能也希望說 在這邊弄一個 類似可以備餐台的地方 或中島 那 因為這都是做的 所以這面牆 你也可以把它 現在比較流行喔 就一體式的 開放式的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敲掉 這樣子就變得更開闊 那3G的部分 現在原屋主是用林內的 那邊 那一台 那一台是Sakura 林內 林內Sakura 這好像有 看起來就知道 這洗碗機吧 要配洗碗機 這有一個蒸飯器 哇 當時應該花了非常多錢 然後我們往這邊看呢 這有一個廁所 哇 這間廁所太大了吧 王老師 這廁所比我的房間還大 哈哈哈哈 還有這個小便斗 三件事 再四件事 這多了一個小便斗 超大間 還有對外窗 欸欸欸欸 喔 所以這裡有個後陽台 是不是 喔 這個做一個防盜門啊 大概是這樣 不過已經有採光罩 我覺得這個防盜門 到時候也是可以處理掉 比較大 然後 欸二樓 所以它這個沒有電梯 沒有電梯 OK好 那我們去二樓看一下 自己蓋的 你不覺得這個樓梯的寬度 就特別寬 對 而且全部都用這種 挖鋼石的 喔 哇 二樓的風格完全不同 一來呢 我們先看它的磁磚 這好復古 哈哈 這好像是以前那種 意大利的什麼 那種 博物館才會用那種磁磚 現在比較不流行這種 不過以前應該是蠻高級的 一進來先看到一個書房 欸 這個書房呢 我覺得剛剛好像有人在那邊PK 哈哈 剛剛那個屋主的好像是小孩吧 他有 好像在上面念書 那這邊是他的 整個書房 一個盒室 欸 這也是某個時代很流行欸 按下去它這個會升起來對不對 在上面泡茶 和室的部分 喔 然後這間 有一個雙 雙對開門的一個 衛浴 那邊有個門嘛 OK 欸 這間浴室超大的欸 你自己看 欸 比 比 比很多人主臥室還大欸 浴室比主臥室還大 有沒有看到 欸 我們看一下前面還有一個陽台 喔 就不出去了 這看出去是這樣子 來來來 欸 過來以後 就是出來這間房間 外面有個梯 梯間啊 這邊也做了一個書櫃 喔唷 欸 欸 一進到這個是一個主臥室的感覺欸 對 我就看到沙發了 喔 那沙發 唉呦 哪有情趣用品喔 喔 騎馬七喔 嚇我一跳 以為是 欸這王老師最愛的 欸 高島的 Takashima 一台電視 這等於是二樓的小客廳 對 房間裡面的小客廳 喔 你看這個 這個當時應該真的是 花很多心思來 做這個 裝潢 他這個喔 摸起來感覺就不一樣 這個應該是烤漆的 烤漆的 烤漆的 烤漆也有分很多等級 有一些我去摸欸 抽抽 哈哈 欸這個是 工作的比較細一點 對 那前面還有一個陽台 那因為 這五組可能 以前啊 都會做這種鐵窗 把它鎖起來 喔 所以這個到時候也可以 自己考慮啦 因為現在不鏽鋼很貴 你買到這些房子喔 這賣可以賣不少錢 哈哈哈 衣櫃在這裡 欸 剛進來我就一直在注意這一間 我看一下 更衣室啦 哇 這更衣室這衣櫃 這女主人的衣服 全部是女主人衣服 我就說 男主人只有那一格 一小格那只有五件 齁 那五年還是男的 順欸 剩下都女生的齁 齁 關起來 這就剛剛那一間 這個 衣浴 所以二樓就是等於一家一房 對 一間主臥室再加剛剛這個 書房 書房 那我們去三樓看一下 欸三樓上來以後 一樣感覺也是兩間房間齁 我們一樣先看這一間齁 欸 它這個空間聲 TT很大 太浪費了 你知道嗎 房子大就可以 可以任性的這樣用 喔 進來齁 一樣是 呃一個 很大的一個 房間齁 這客房 但是 他們這個房子 當時設計的格局就是 欸 兩間房間共用一個衣浴 那現在如果是我啦 我會把它隔成兩間 太大間了 這可以隔 這太大間了啦 欸 洗這個這麼大間是鴛鴦浴 是不是 然後這一間呢 就主臥室 這一層樓的主臥室 這麼大間 這個可能也可以隔成兩間 也可以 你把這個走道呢 往外推一點 這看怎麼弄 到時候可以 因為這自己蓋的 就可以蓋得這麼韌性 這櫃子怎麼感覺都是跟新的一樣啊 哇 很新欸 對啊 維護得非常好 那可能主人當時很喜歡這種 喔這種線板啊 這種比較華麗一點的這種風格 欸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客廳 欸 問他有沒有出租啊 可以先跟他租一個月 哈哈 哈哈 住在這裡感覺很不錯欸 喔 然後一樣 這邊好像還有一個空間 跟剛剛樓下那個一樣 一樣 一樣是一個更衣室 喔更衣室 欸 我覺得 逛這種大房子齁 真的不用上健身房 呵呵 你每天回到家 光走一圈喔 你就已經 累了 呵呵 因為這房子真的蠻大的 欸真的蠻大的 欸這間咧 先按啊 喔 四樓 四樓啦 這屬於神明廳啦 半樓啊 喔 他這個整個是一個四樓上來 他就 做一個神明廳 那後面呢還有 兩間 有一點像儲藏室的地方啊 像這個儲藏室 欸 這儲藏室的空間還蠻大的 欸 這個真的是仿骨的耶 嘿嘿 你看這個 對 喔 因為以前 以前的早期就是暗房要做透氣的 有沒有 對 暗房都會這樣設計 我們家那三合院就是這樣設計啊 呵呵 然後中間神明廳 喔 現在公署都請出去了 還沒 喔 這個還沒 所以有一些東西可能還在 那前面有個很大的露台 對 我們就不出去了 對 我們來是想要做個完結 結果看到這邊一扇門 地下室 對 這房子有地下室 欸這客廳嘛 對 旁邊有個地下室 我們下去看一下探險 董老師 真的是 房子大就是任性 你看 這是一個私人招待所啦 你看 很可以耶 你在這個露台 請一個酒保 欸 欸 那個可以請 請那個終點啦 來表演一下 然後這邊放一組大沙發 欸 不用放喔 跟大家講 卡拉OK在這裡有看到嗎 呵呵 欸 這是華登初上的嗎 哈哈 歡迎來到光酒店 欸 媽媽桑叫出來這樣 太大了吧 這 太誇張了 這可以 我看可以坐20個人 呵呵呵 以前喔 很流行 家裡就是有一套這個卡拉OK 而且你這獨棟的 更不用怕去影響到隔壁 而且 隔壁沒有地下室 我們這個 不會吵 因為這是在地下室 欸欸欸欸 王老師 我之前住在桃園市區 就是市區呢 雖然很多 那種大樓或者是 老阿廚 可是 就是有一些這種 房子呢 就是偶爾會出現一棟 像這種 市中心的大透天 台北市也有常看到這種狀況 我們都很幻想說 有一天呢 我們可以擁有一間這種大透天 在下面做一個私人招待所 太厲害了 今天這個地方呢 它不是很偏僻的地方 居然有這麼大的一個空間 而且是自己蓋的 所以有一些 它幾乎是物盡其用 每個 每一分每一毫的這個空間都利用到 但有一些設計是比較屬於 老世代的設計 你可以 因為空間夠大 所以你要怎麼改 修改都可以 再來分享一下這個房子的狀況 這房子是幾坪的房子 145坪 145坪 然後它的 難怪要走到快傳死了 從地下室 到四樓 到四樓 總共五層樓 然後前面呢 你這個地方 至少可以停一台車 但是如果 你看這空間這麼大 你那個門做寬一點 因為它那邊做一個樹 其實它這個面框是可以停三台 沒問題 停三台是沒問題 等於說它這個房子 它的整個 使用面積有 使用面積有 使用面積可能不止 但是全裝145坪 對 全裝145坪 然後它的土地有47坪 蛤? 土地47坪喔? 在我們中正路附近這邊的土地 一坪 至少六十到八十萬 光是土地就兩三千萬去了 那這樣子 總價 我看我們不用問 直接走了 大概多少錢? 價格當然也是屬於 比較高單價 四千三百八十八萬 它是高總價 不是高單價 四千多少 四千三百八十八 四三八八 四三八八 所以我們 還是有努力的空間 好像還差蠻遠 繼續打拼 每個人都期待自己 有一間 有朝一日能夠擁有一間這種大房子 這個是屬於特殊產品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要去拍這個影片 來介紹這特殊產品 因為很多人 可能這輩子沒看過 那其實大家來看一下 這種特殊產品 那當然說 透過一些 網路的傳播 也讓大家了解一下 如果網路上有人 搞不好需要 像我就喜歡這種房子 我只是買不起而已 不然我也想買 那如果說 對這個房子有興趣 歡迎跟王老師聯絡 下面有他的聯絡方式 那如果 你是最近買房子 或者是裝潢 想要來分享 歡迎跟我聯絡 下面有聯絡方式 如果你是要脫瘦的 也歡迎找王老師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 來一起支持真心話 我們下次見 拜拜 窗外景色超美的 但是又不想關窗戶 怎麼辦呢 這時候就是要來一台 效能非常好的 空氣清淨機 車子要開德國車 空氣清淨機 也可以指定 沙巴德國空氣清淨機 德國沙巴抗敏空氣清淨機 擁有非常優美的外型 擁有六成進化科技 進化效果達到PM0.009 特別含有UVQ 紫外線殺菌功能 螢幕顯示包含溫度 濕度 以及PM2.5 不管是放在主堡 這是主臥室房間 這是廁所或浴室 還有空氣清新喔 這種空氣清淨機最怕吵 我們來看 運轉中 完全沒聲音 現在原廠提供非常優惠的方案 歡迎大家參考選購喔 謝謝